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一个微弱的幅度 A18系列的整数能耗比提升很线性 高了一点的性能和高了一点的功耗 考虑到这是频率增加了0.2G 增加5%的结果 Jeffrey觉得算是普普通通的结果了 而在浮点性能部分 因为之前A17 Pro散热问题频率跑不上去 所以这会相当于增加了0.45G的频率幅度14% 功耗也增加更明显一些 但是也比较线性 总体来说 如果不看友商的进步幅度 只是看苹果的提升 那么A18 Pro算是绵绵强强强 这个评价比Jeffrey对M4的评价要差一些 因为M4有更高空间去做频率 整体提升10% 更加契合着代架构工艺的改进方向 在STEC中纵向对比A18 Pro和高通8 Gen3的话 苹果的表现依然稳如老狗 大核心单核峰值性能表现有综合超过45% 并且总体来看能效比依然维持得非常好 算起来的话 峰值能耗比依然更好 可以想象将屏后会有多夸张的能耗比优势 高通Orion似乎在Tikbench 6上刷分很高 不过在Spec上目前Jeffrey还是站队苹果 在小核这里 感觉Apple和Intel有点类似 是感觉比大核心做得更好 单看核心功耗 A18系列的小核频率提升不少 在功耗不变的情况下 提升幅度也和大核差不多 都是峰值提升12%到13%的样子 但如果看主板功耗的话 A18小核心的能耗比优势力滑了 说是LPDDR5X导致的 对比安卓那边 苹果的一盒就是Arm公版的大核A700系列的级别了 性能几乎一致 但是功耗要低得多 而Arm的公版Cortex A500系列 和现在手机的200瓦微距摄像头的意义没啥区别 苹果的A系列在Spec单核测试里一起绝成 但是到了Geekbench的多核峰值性能部分就没那么强了 看起来没意外的话 应该能被高通8Gen4核发各天机9400拿下 如果说A18 Pro的CPU表现是对比前几代的改新程度来说 已经算还不错了 那么GPU这里就是依然还是之前说的垃圾了 Jeffrey一直说Apple的GPU就是在玩金碧坛 架构其实一直不咋地 在没继续堆核心的情况下 GPU性能在SNL中提升18% 功耗提升22.8% 看起来着实没太多改建 几乎就是纯吃N31的工艺福利 这个表现应该SNL中对比天机9300加令先太勉强 应该拿不下下个月的天机9400了 iPhone机身散热更新后 收益最大的应该是16Pro Max和16Plus以及16了 16Pro的机身太小外加太精确的不良导弱性 对于A18 Pro来说还是有些勉强的 不过总体来说 iPhone这次在叠加散热诱化 iOS18的调度 CPU能耗改善 以及GPU小幅提升的前提下 这次游戏体验提升真的不小了 算是敢超现在绝大部分安卓旗舰机了 剩下就等高通8Gen4和天机9400的游戏提升了 Intel之前特别喜欢用离电性能去DSAMD 就是因为Intel的调度是比较激进 是属于一种牺牲续航换性能的方法 现在iOS18的调度就相当于更加AMD了 iOS17对比iOS18 iPhone15 Pro系列的续航就增加了快一个小时 同样iOS18下 A18 Pro对比A17 Pro的续航提升其实一般 怎么说呢 这种方法虽然是提升续航 但是不积极的调度也会影响相应速度 这个Jeffrey觉得还是说能给一个选项更好 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喜欢畅快的操作体验的 总体来说 Jeffrey同意几颗弯的观点 苹果在A15之后持续拉胯提升 对比之下 A18 Pro已经算是这几代里提升不错的了 但是呢 从绝对意义上提升依然不是很大 只能说从A14之前的失望变成了差强人意而已 倒也谈不上惊喜和突破 下面聊聊购买建议 原本我们都快适应iPhone标准版的处理 契落后Pro版一代了 结果今年的iPhone16标准版 吃上了跟Pro版同代的A18 有种寂寞声又熟悉的感觉 记得上回标准版跟Pro版用同代芯片 还是在iPhone13系列的时候 这一眨眼四年过去了 终于视野轻毁了 关于A18 Jeffrey觉得他将会视频过满回标准版口碑的一个关键 从实测来看 A18和A18 Pro的差距真不是很大 完全不是那种砍到大动脉的刀法 为啥呢 你们看看 A18和A18 Pro都是2加4的6核CPU架构 都是台积电的第二代3nm工艺 最大的区别在于A18的GPU比A18 Pro少了一个核心 CPU部分 相比A18 Pro A18的单核落后约3.5% 多核落后约3.9% 差距真的非常小 很有可能A18 Pro的CPU只比A18拉高了点主品 同时 核前代A17 Pro对比 A18的单核提升了14.8% 多核提升了14.4% GPU部分 A18由于少了一个核心 所以跑分落后了A18 Pro于14.6% 虽然跑分差距不小 但在实际的图形渲染场景中 A18和A18 Pro的差距其实并没有很明显 就拿3DMark Wild Life Extreme的测试结果来说 它们的平均帧率只差了一点几帧 分数也才差个300来分 在游戏时测环节也是如此 30分钟星茶海中输口图下来 iPhone 16的平均帧率为57.6 iPhone 16 Pro的平均帧率为57.8 这零点几帧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仅如此 一轮跑图下来 iPhone 16的机身背面最高温度为48.3摄氏度 并没有比iPhone 16 Pro高多少 尤其可见 这代的散热虽然堆得不多 但还是有点作用的 除了A18之外 iPhone 16的8GB内存也是对前待机主了一击暴击 要知道 过去这么些年 标准版的内存就没跟Pro版平起平做过 像iPhone 15的内存也才6GB 而内存增大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不容易出现你一打开相机就把后台吃满的情况之外 也可以吃上端侧AI了 根据之前苹果高管们的说法 能不能吃上苹果AI 8GB内存是一条分界线 虽然中国版的苹果AI还处于画饼状态 但具体落地也就是个时间问题 所以iPhone 16上了8GB内存之后 意味着它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过时 应该是可以撑到你在三到四年后换季的 另一个点在于 苹果这回让iPhone 16也制止了拍摄空间视频的能力 这个动作信号很明显了 未来苹果很有可能推出价格更低的Vision Pro青春版 来满足这部分预算和需求都没那么高的iPhone标准版用户 整体来说 这代iPhone 16标准版在价格没涨的前提下 Dunpro的差距比以往小了很多 尤其性能这块 没有像前代那样拉出代产 而且Action Button和相机压杆按键这些以前八成没有的配置 也都来了 并且这回升级的镜头抗反射度膜 iPhone 16也吃上了 除此之外 iPhone 16的电池从前代的3349毫安时 升级为3567毫安时 续航也有那么一丢丢的升级 当然了 60Hz屏幕和USB2.0 依旧是iPhone 16上让人难受的缺点 如果你在乎这两样东西 建议你还是乖乖上Pro版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入手哪款iPhone 16 你想好了吗 欢迎和Jeffrey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Jeffrey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